早上老妈要摘了好几个南瓜 今天,家常快手札,烧南瓜 除了南瓜,还准备了3个蒜头 2个葱头,1.5瓜豆 南瓜挑个小一点的 把皮稍微修一下 把南瓜的纸挖掉 再把南瓜切块 再把配料切一下 蒜头切成2磅 葱段切小 胡花肉切成薄片 起锅,烧油 先烧一点水,把南瓜焯一下水 这样比较容易熟 煮开1分钟,倒出来,控水 锅收干净,倒油 油稍微多一点点 再把炒完水和南瓜倒下去 南瓜焯完水再过一下油 炒出来不会撒 而且更容易入味 炒1分钟,拔出来 南瓜基本是熟的 鸡肉 锅内留底油,下5瓦肉 煎至金黄 鸡膏下泡 5瓦肉煎至金黄 下蒜头 蒜头爆香,下葱头 翻炒2下,加点蚝油 少许鸡汁 炒香后,加一点水 炒香后,加一点水 水不要太多 一点点就好 鸡汁是咸的,不够咸的 加一点盐 少许胡椒粉 把南瓜倒进去 稍微蒸1分钟,来勾点薄芡 翻炒2下,出锅 浓中家常菜,烧南瓜 清甜粉朵的南瓜中 带有鲜味 好吃,不腻口 做法也特别简单 我家的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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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